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鲜虾蒸蛋 首先我们准备鲜虾5个放入碗中 碗中再加入适量的冰水将鲜虾浸泡10分钟备用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更容易剥掉虾壳 下一步开始调蛋液 首先我们准备鸡蛋4个 将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纯牛奶250克 加入食用盐1克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搅拌3分钟备用 牛奶和蛋液的比例为1比1.2左右 没有牛奶的同学可以用清水代替 鲜虾浸泡10分钟之后再取出剥壳 虾壳剥掉之后在虾背开一刀 然后将虾馅去除 取出虾馅之后将虾仁切成小粒放入碗中备用 同学们也可以用猪肉或者牛肉代替鲜虾 蛋液搅拌均匀之后倒入盘中 然后用保鲜膜将蛋液密封 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水蒸气进入 下一步开始准备蒸制 将调好的蛋液放入蒸锅中开中火蒸8分钟 同学们火不能太大 但也不能太小 具体要根据盘子的生产来决定火候 8分钟之后将蒸好的蛋液取出撒上葱花即可上菜 一道营养非常丰富的鲜虾蒸蛋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 用牛奶代替清水的目的是去除蛋液的腥味 鸡蛋和牛奶的比例范围是1比1.2之间 第二 鲜虾可以用牛肉猪肉或者猪肝代替 第三 蒸制的时候切记不能随意揭开锅盖 否则无法保证均匀受热 鲜虾蒸蛋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